来 二哥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 那小兔崽子 让皇上把腰牌给收了 立马就跟那小公鸡 去了关子一样 蔫儿了 老三 那几个静难遗孤的叛徒 你是不是交给那小子了 老二 这事你还真得感谢我 你事情做得不密 已经让皇上起疑心了 要不然那小兔崽子 怎么敢公然上门叫阵 我不还不行呢 老三 你竟敢在我背后捅刀 你也够狠的你 来人 给我水呀 人若是死了 王爷怪罪下来 你们担待得起吗 给我水 来 喝口水 那几个人在哪儿 我要带回去 那几个人在哪儿 那几个人在哪儿 不行 那几个人啊 你弟弟我留着算是个护身符 不过 老二 这事你做得不地道 静难遗孤这么大事 你瞒着我 现在惹了这么大麻烦 你是不是得给我说清楚啊 江南这几个藏书世家 捐赠的宋版书 我看真伪都有 去得清场 我听人说 这些江南士族最是小气 听说边有了大典征书 找了一群古董贩子 星夜刁板印刷 纸赃作旧 撒土迷朕的眼睛 不想活了 皇上 你这是听谁说的 不是吗 我就是担心 怕是你自己琢磨的 这永乐大典本来是美事 又不是打仗 搞得血雨腥风的 可就没意思了 我过去 对南方的大家族 就很不喜欢 正当的时候 给朝廷出钱出力的就是他们 我还得巴结了他们 太孙 皇上正跟国师谈事呢 您不能进去 您给我闪开 太孙 您真的不能进去 没有 太孙 太孙 你就叫做这样的学生 他可是你孙子 你今天是什么 你带来的 遇到很快 他就会捅 叫 和金兵 你小孩 他就能召唤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人家 他是李延召唤 就说 你寻找回望 你要去想 可是爷爷 您为了找建文 提起四处千帆入海 在我看来也是二戏 我爹跟我说 说靖难时 我军所使用的兵器 是爷爷 在朱眷的地底下 打造出来的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爷爷是想告诉我 大张旗鼓 未必会有成绩 可风场作戏 也有弦外之音哪 头来的我不要 我要自己上 你能明白就不容易 好好跟你爹学吧 好好学 我跟他学 可不跟他学呗 别说我给的 就说 挖赌钱赢的 猴子的也聪明 行 看他把老二的钱给喽 蓬蓬肠 我二叔这么欺负人 也就您捧他的仇 你还真是个孩子 我得教教你啊 咱们爷们几个把钱出了 文武百官能刚看着吗 他们当官那么多年 贪污那么多钱 留着干吗呀 不多捐点 老二这手干的还真不赖 你回吧 以后没有别的事 不要乱闯 不好 规矩就是规矩 除了事我也护不了你 是 戈壁的孙小姐身子慢慢恢复了 她在这儿住着也闷 你应该替我陪她 踏得轻 地医院 坐着歇会儿 怎么了 没事 认识你那么久 还从没见你这副样子 我御前行走的腰牌 让我爷爷给收了 要不是我还有点余威 他们都不会让我进前来 你现在是我爷爷的心头肉 我呢 就是 一个没用的皇太孙 可你不是说我是个亲犯吗 想想吧 上雨之后打算去哪儿啊 你真打算送我走啊 王大人 我爹呢 他们在哪儿啊 说了你别着急 他们叫人抓走了 谁抓的我不知道 不过 不 我会帮你查 你该不会是看上 这块风水宝地了吧 做皇上身边的红人 过得是鸣枪一档 暗箭难防的日子 我有腰牌傍身的时候 我可以肆无忌惮 一切都理所当然 但没了腰牌 我就是一个有贤无职的废人 爷爷在我眼前射箭 背对着我 只有十丈 我竟无法上前 都怪我先前立功心切啊 我爹虽然是太子 但性格懦弱摇摇欲坠 我爷爷老了 心里有话不于人说 谁也猜不透 一旦我二叔三叔得了识 我这条小命就不保了 你看我先前整天忙活得热热闹闹 其实我是在走刀刃啊 我不该把你拉进来 可是你已经把我拉进来了 我们朱家要变天了 要走赶紧走 我不想再多一个冤魂 再说你留在我身边 会让我挂念的 让我心里闹腾 再挪二十步 好 爹 够远吗 好了 好 爹 是死靶子没意思 这鸟也多 老和尚不让啊 真危险 就不避允 爹 你了 去吧 唐wer 谁呀 你了 是我是特讹的 你了 他 发现了 刚才有天员 来 梅头娃 爹 您坐 刚刚爹说了要走 儿子还真有话想说 爹一直住在精明寺里 也不是个办法 不回去 儿子连个主心骨都没有 干活干累了 怎么会 爹几十年下来都没说累呀 那不一样 我几十年只干我熟的事 跟各地官员狗皮刀刀的扯淡 我干不下来 老大有这个耐心 你天天不说自己比老大强吗 你也试试 不 爹 我什么时候怎么说过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的性子您还不知道吗 又想吧 又不是坏事 我要再一个二十年 斩兵关怀势力 我们有时间 我好好调教你 熟悉一下内政 是 尚会 儿子被爹教训了一番之后 一直谨慎守命 尊重老大 我不希望让别人误以为我 基于大卫 我上战场拼命没问题呀 其他的 我也什么都不会了 生气了 没有 怎么会呢 你托我查的事情我查了 可是没什么头绪 他们是死是活 都被藏得严严实实 你不是说你神童广大吗 没了腰牌 我就是孤家寡人 现在朝内朝外都知道 是我二叔在监国 所以没人敢巴结我 我想打听点什么 比登天都难 这壶酒成不了江河 更祭奠不了那冤魂 所以我答应你们 一定尽全力去弥补 景安的错误 但你也得答应我 好好地活着 为了大明的文脉 为了那三万多人 为了你自己 因为只有活着 这些事情才有希望 如果你们要见剑文皇帝 那就先找到他们 海マ勿 的准复 好 你们估计 好 好 一万两银子 本来吧 这些钱也不是非捐不可的 他那点破家具也没人要 凭那几幅对子 到哪能卖出一万两银子来 儿子心里面只是有点忧虑 忧虑 我怕大哥情急之下 拿了外观的钱 这反味不美 这钱是哪儿来的呀 你没问问 谢学士 常常去看他 他现在自恃得皇上宠爱 常以太子党自诩 我不好说什么呀 大哥明明知道 不能与外观交往 可还是往来甚迷 要有机会 爹 也请跟大哥提个行 他身份贵重 犯不着和那些人搅在一起 老三 老三呢 老三 我最搞不懂的就是老三 此伤皇上的人都还没抓到 还整天搞得神神秘秘的 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老三就没成过事了 老三 你得替我好好敲打他 有时候真是力不从心哪 管不了了 您龙惊虎某 我们还等着 过几天去给嫖妃贺喜呢 你得可想罢了 应该是他 他说 他说 现在是 这 是 他们在赵王那儿 妹妹 在屋里吗 我跟太医来给你请喜脉来了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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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有没有个喘气的 参见贵妃 他人呢 他 他好像出去散步了 也不让我们跟着 快去找啊 是 是 又怎么了 妹妹 你这是去哪儿了 这 这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的 就跟猪似的 我出去灌我还不行了 你要到哪儿去逛啊 宫里的太医 来给你请喜脉来了 我累了 改天吧 那 那我明儿再来吧 既然是累了 还是该多多休息的好 我 好 好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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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可以走入万刃悬崖 而面不改色 向下可以一直走入千丈深谷里去 别听他吹牛了 这是妙 要磕头给佛祖磕去 不用行礼了 那臭小子不是答应了带你去大清吗 这就回来了 他说有要事 他有什么要事啊 他说 要医皇上的心病 这难道不是要事吗 跟我来 你们去哪儿了 眉山 眉山 那有什么意思 他说要替本朝 你还是先行 我快要到和某国家 你还把这些人厄 bé 还能给你 把一遍的船 要让你把这些人这儿 你心里会来 我会要损不住 你们这呃 我要损不住 他们吧 你们这儿 如何啊 我说了 你不必跪 皇上说过的 但有恩赏 无有不可 我这里 替大明文脉三万人 拜上永乐 愿化解恩怨 清洗血污 从此山河无恙 波澜不惊 你要想吃什么 就跟胡尚仪说 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等着喜训呢 老皇上这把年纪了 如果还能有一个皇子 哪怕就是一个公主 那也是天大的好事啊 到时候你这喜脉一确定啊 你就会迁到两镜的院子 那个时候你的宫女啊 太监都是最好的 起来吧 起来吧 我一辈子从不许诺啊 姑娘 你如果能把建文帝带来见我 前尘往事一笔勾销 这三万人定当无恙回京 天地神灵共建 若为此事啊 若为此事啊 死于非命 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没用 谁是什么的 你被人的打赏 你给他打赏射中 您能打赏射了吗 我都打赏射本 走 走 摔疼了没有啊 手下的人不懂事 多有得罪 是 太孙 你太过分了 你这是做什么 我可是朝廷大臣 你这是干什么呀 皇甫先生 咱俩就别斗着玩了 我没有耐心陪着你聊 给你介绍一个熟人 皇甫先生 皇甫先生 果然 果然什么 我早就知道这姑娘不稳当 当时心慈面软 最后害了自己 你明明知道 汉王 汉王就是皇爷 还要拿我们的命 去和皇上下棋 皇甫先生 你是想保你自己的官位 还是另有所图 我要做什么 怎是你能懂的 从我们京京要刺杀 这儿 我就知道 有人要把我们往火坑里推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人是你 皇甫先生 跟着我二叔 你捞不着什么好处 不如咱们之间谈一谈合作 我可不是不守诚信的人 太孙 你不认识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你觉得我会像这小姑娘一样 忘了父母的大仇 那你可把我看错了 看错的人是你 我中间之后 一直住在鸡鸣寺里面 我听到了不少又去的事情 你想听吗 拿下 老实点 老实点 我真不恶心 那我 都不知道 你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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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说 你刚说话 眼睛要看地 宫里没人协助 我可不信 你把话说清楚 我倒可以给你留条活路 先把他丢到天牢里 关他半年 他什么都肯说 这件事着落到你身上 把人给我查出来 是 血腥太重 给他弄走 你看 会不会是他 第二天就去问过了 老二虽然野心大 但和阿丹人勾结 恐怕他未必看得上 老二跟那些静难遗孤 是怎么个事情啊 这个他讳目如深 我也不敢问他太喜 大了一辈子鹰 是 我先把他丢了 如果他把他丢了 他就都知道 我看不出他有多大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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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王府的书官 有一个叫皇府他 老二很多事情都交给他来办 我查了这个人的弟系 他不叫皇府 从名字到字里都是假的 应该就是老二和靖南遗孤 之间的联络官 最近 这个皇妇把事情办砸了 皇上有兴趣 我把它补了 问问 你以为就凭这几句话 就能把我给吓唬住吗 我从来没有想要吓唬过您 皇妇先生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爹 您是我最敬重的人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要拿我们的命 去换你的官职 你整天问我们 有没有忘记父母的大仇 我也想问 你忘了吗 你没资格问我 你没资格问我 自作聪明的人真是可笑啊 我开门见山吧 我要那三个人活着 不过呢 你得陪我演出戏 我刚才也认识 别着急摇头 先听听我开的什么价 我看你了 尚仪 好一阵子不进宫 上次郑和带回来的南洋的珍珠粉 我呀 还给你留了几盒 有空过来拿 王妃抬爱 我先谢过了 您二位听说那位女孩最近要请喜脉 我们俩一直寻思着要进宫贺喜 也不能落在后边了 王爷现在坚国同不出空来 三爷办案又是昏天黑地的 我俩要是再不来 岂非失了礼 喜 喜脉真的请下来了 这么小的叔叔还真是少见呢 应该说这么年轻的娘 才真正是少见呢 我呀 同你一起过去 嫖妃那边 老爷子那边 将来要是问起来了 别说我们做儿媳妇的呀 不敬尊长 太子妃怎么讲 她呀 芭城帮着太子卖家具呢 嫖妃的起居饮食 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喜脉没请下来之前 罪是关系重大 太子妃也不会去她宫里 这个大规矩我还是要守的 如果真是要有了喜讯 我怕善祥 第一时间只会给二位王妃 那你看哪 她现在像是有喜脉的样子吗 你还竖着耳朵听什么 你们一会儿饭菜凉了 稍有一点不舒服 挖你的心出来 去 一点规矩都不懂 知道什么叫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冷菜冷饭的都敢往上端 成什么样子 别以为皇上在鸡鸣寺 眼睛看不见 你要是不守规矩 先过不了我这关 我看 得了 锣鼓听音 尚仪既然那么在意 我们就不去了 可就一样 您是宫里的尚仪 不是他太子妃的 有什么事 您得告诉我们 到了皇上跟前 别敬唠我们的不是啊 你怎么跟个螃蟹似的 走了这么远的路 又不让往地上割 下次 我学安贵妃 顶头上 该谁学的 胡说八道开主子玩笑 再让我听见 定打不饶 姑姑姑 我也是外邦供奉来的 这次虽说换了忌尸 但你们也得给我盯紧喽 铁炮里不许出现杀眼的情况 不然我向你们问罪 是 王爷 皇父先生在外面 等着你 王爷 那几个人已经找到了 但前扯出来的事还真不少 不知王爷 敢不敢听 我听说我现在是乔治啊 处理下一个女生的史业 他就送了他 你只要是杀职强 我听他们来でも 你这种事的事由 我那没听到你 你又吭了自己的事是 告诉你 谁都不能进来吗 二哥 你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 这儿太脏了 走 上去陪你喝茶去 我是想问问他到底招了没有 你要是想逼他承认 我是宫里的内应 也得让他看清我的模样 把故事编圆了才行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二哥 你坚果 掌着前面的大事 这些小小不燃鸡鸣狗盗 他交给我就行了 刺杀皇帝算是鸡鸣狗盗 老三 你 了不起 都是替爹办事嘛 那当然 老板 老板 来呀 过来 咱俩现在扯平了 你别怪我手狠 你先惹的我 想要在爹面前卖乖 你还嫩了点 二哥 人人都知道我是二哥大 你冤枉我了 我要的那几个人 你也赶紧给我送来 我可是给了你机会啊 你要是想做我的敌人 你就扣着 你说的谁啊 别忘了啊 还有口气啊 你是见闻旧臣 你知道见闻在哪儿 听说 皇上派郑和下海去找了 现在送你们去扒皮 把事做痛快了 你还有机会说吗 你为什么不看 你怎么会呢 再走 你怎么办 你怎么하는任何人 你怎么办 你出唤的 还是你给我 你怎么办 王爷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记得 你骗了我 仿称自己是皇上派来的 你以为你真的把我骗他了 我只是想看看你跟皇太孙 到底勾结到了什么程度了 何以见得我是在骗你啊 我 把你那些扒皮的东西拿进来 让我瞧瞧 皇上口谕 赵王携亲万觐见 折腾 床 王上头 女子 您那些走 他帮你 他的事 肯定是 大侄贼 三叔 你又实在闲得没事 三叔在北镇抚司 帮你找个差事 你老他们晃来晃去的 又见不着皇上 有意思没有啊 三叔 圣上口谕 圣公安 圣安 口谕 随马车而来的案犯 徐兵孽兴孙渝 随旨觐见 让你三叔跟外边后着 我后着 这人可是我押来的 见不着皇上 谁也别想让我放人 三叔又着急了不是 口谕还没说完呢 说呀 让你三叔在外边后着 有一个跟他一样 蠢的人要见的 让他们俩商量好了 怎么骗朕 再进来 带走